父亲是2014年阴历8月18去世的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 今年的8月18就是父亲的十年忌日 我提前算了一下 父亲的忌日正好在小长假里 这样我就不用单独请假了 我和大哥二哥早就联系好了 由于父母均已过世 家中无人 我们就不提前回去了 到8月18那天早晨再回去晚不了 8月17那天 我买好了一些水果点信 给二叔、三叔和堂弟家都买了一些礼物 准备好了带回老家的东西 这个小长假 老公带着儿子去了外地的公婆家中秋节 我由于要回乡下给父亲祭拜 就没有一起同行 我给公公婆婆买好了礼物 打电话问候了他们 也算是表达了心意 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里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下子冷清 安静了很多 我有个习惯 每次出门的时候 要彻底打扫卫生 我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得拖得都能照出人影来 这样回来时 心里舒服 我端了一杯茶 坐在阳台上的摇椅上 陷入了沉思 心里思绪万千 临近父亲的忌日 那些日子 我一直做梦 每晚都要梦见父亲和母亲 梦醒来的时候 心里无限地惆怅 眼泪浸湿了枕头 我们家兄妹三个 对我这个当女儿的 父亲和母亲都特别心疼我 由于家里条件差 我只能捡哥哥的衣服穿 我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还穿着哥哥的一件蓝棉袄 袖子都出棉花了 同学们都笑话我 说穿上这件男孩子的袄 就看不出我是男是女了 大家的嘲笑我非常气恼 觉得没了面子 回到家里 我把棉袄扔在床上 只穿着一件秋衣 冻得瑟瑟发抖 再冷我也不穿棉袄了 母亲骂我 说我挑三拣四 说有棉衣穿就不错了 动不着就行 父亲知道了以后 隔了几天 他买回来的一块红底兰花的布 让母亲给我缝一件新棉袄 母亲惊讶地问父亲 哪里来的钱去扯的布呀 父亲说 那几天 他去村子南边的池塘里 帮人家挖藕症的 我一看父亲的手都裂开了口子 又黑又脏 手指甲盖里都是黑油油的泥 穿上这件大花袄以后 我悄悄地哭了 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考上学 挣了钱好好孝敬父亲 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 每到冬天总得发几次高烧 初三那年冬天 我都烧得迷糊了 好几天没有上学 根本起不来床了 母亲给用面粉做了一点西粥 可是我也喝不进去 给我煮了一个鸡蛋 我只攥在手里 也不想包开皮 这要在平时 哪能喝得上面糊粥 哪能吃得上鸡蛋呢 鸡蛋得留着卖钱的 全家人指望 卖了鸡蛋的时候 再去买油买盐吃 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我 去了卫生院 可是在卫生院里 打了几针以后 也不管用 我依然昏迷不醒 父亲害怕了 他借了村里 三大爷家的一辆地牌车 上面铺上被子 把我抱上去 他一路小跑 拉着我去了县医院 我们这里离县城 有三十多里路 父亲没有停歇 一路颠簸到了县医院 我睁开了眼一看 大冬天的 父亲穿的那件破棉袄 后背都湿透了 额上的汗珠噼里啪啦 往下掉 父亲抱着我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颤抖着声音 让人家赶紧救救我 我在县医院里 住了十几天出院了 回到家里 父亲逢人就说 县医院的大夫技术好着呢 对人也热情 医生知道咱是装护人 但是一点也不小看咱 我得了这一场大病 我的身体很久没有恢复过来 中考的时候受了影响 我没有考上中专 那时候学习最好的学生 节流考中专 其余的才考高中 我考上了高中 我憋着一股劲 一定要学出个样子 当时我大哥考的中专 二哥考上了技校 他们都在市里上班 三年苦读没有白费 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 毕业以后回到了县城教书 成了一名中学老师 我参加工作以后 每月只留下很少的生活费 其余的都孝敬父母 直到我结婚以后 我还是有空就回去 给父母送吃的用的 每次我回去的时候 我会提前打个电话 父亲总是坐在大路边等我 临走 给我带上青菜和煎饼等 可是让人悲伤的是 母亲只享了十几年的福 在67岁那年 查出了肺癌 匆匆离世 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那所大院子里 这座院子本来只有三间草房子 后来勤劳的父亲又天天去山上起石头 栽树攒了木料 后来终于盖起了五间大瓦房 父亲经常失落地说 那时候费那么大的力气 盖这五间大房子干嘛呀 你母亲早早地走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也太宽敞了吧 简直是浪费了 我们知道父亲很孤单 我们兄妹三个 曾经多次请他来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 但是父亲住不惯城里 在城里 父亲和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难以融入城里的生活 他非常局促 坚持回到了乡下 我们只能周末有时间就回去陪陪他 父亲73岁那年 由于心梗发作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五天就走了 握着父亲冰凉的双手 我的心坠入了冰窖 心如刀角 从此我成了无父无母的人 我哭得天昏地暗 两个哥哥不停地安慰我 可是我心里的悲伤已经如洪水泛滥 难以阻挡 我深刻体会到了父母在家就在 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的凄凉境界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 我们很少再回村里 只有在给父母上坟的时候 我们才回去看看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 父亲走了十年了 我们该给父亲上十年祭日坟了 在我们这里 十年祭日是很隆重的 好多亲戚朋友都要来一起祭奠 在村里 我还有两个书 堂弟对我们也不错 我得给他们准备礼物 我还有两个舅舅两个姨 大舅和大姨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们家的表哥或者表姐也会来的 人家来都会带点东西 我也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去 我也给他们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大哥二哥都在市里生活 他们回来肯定晚一些 八月十八那天早晨 六点来中我就准备着收拾东西 往回走 我得早一点回去收拾一下屋子 县城离我们老家不太远 开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可是我开得很慢 父母在的时候 每次回家 我都浑身是尽 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家里 可是如今双亲已逝 我回家还有什么笨头 想到这里 我的眼泪刷刷而下 我只得把车停在路边 趴在方向盘上 无声地抽气着 要是父母活着多好啊 至少有一个人在家里等着我也行啊 那样回家的路会变得多么快乐 哪像现在啊 一路上父亲的阴容笑貌浮现在眼前 我掉了一路的眼泪 路过镇上的时候 我去饭店订了四桌酒席 我简单划算了一下 差不多够吃的 快进村子的时候 大哥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否开始往回走了 我说马上就到家了 他说他和二哥也到半路了 让我先回家收拾一下 等会一些亲戚就来了 父母走后这些年 我一直带着老家里的钥匙 那是一把铜锁上的钥匙 那年父亲栽了一颗葫芦 葫芦藤上竟然只接了一个特别小的葫芦 非常精致小巧 父亲把这个小葫芦摘下来 晒干了 用一根红绳系在了钥匙扣上 这些年我一直保留着 这把钥匙和这个小葫芦 葫芦都摸得油亮油亮的 停好了车 我来到了大门前 好几年不回来了 锁却没有生锈 因为大哥用一个塑料方便带 把锁厚厚地缠了好几层 风刮不着 雨淋不着 我很顺利地打开了锁 推开两扇滋滋呀呀的大门 眼前的景象突然让我心碎不已 院子里荒草漆漆 都已经半人高了 把窗户挡住了一半 看不到堂屋门口了 一阵风吹来 哗哗作响 父亲当年栽了两棵柿子树 还有两棵核桃树 硕国累累 那两棵柿子树上 接满了黄灯灯的大柿子 由于没有人采摘 熟透了的柿子都呱哒呱呱 掉在地上 好多小鸟叽叽喳喳地过来吃柿子 两棵核桃树 今年接了特别多的核桃 核桃外壳都裂开了 地上掉了一地的核桃 大门口里边那堆最高的草丛里 竟然还有鸟窝 鸟已经不见了 几根羽毛斜横在窝里 邻居二伯家 那个院子也闲置了 一棵大洋树的枝鸭 压在了我家的东屋上 一棵丝瓜也顺着墙头爬了过来 一个老丝瓜孤零零地搭了在墙上 没有人摘 望着眼前荒无人烟的样子 我的心碎了一地 眼泪喷涌而出 这是我的家吗 这还是当年那个 充满烟火气息和欢声笑语的家吗 父母不在了 院子没人收拾 这哪还像个院子的样子呀 东屋的墙上 还挂着一把生锈的镰刀 那是父母用来割小麦的 我拿过镰刀 开始收拾院子里的青草 我把院子里的草割倒了 抱到大门外 剁了起来 院子里清扫干净了 我这才打开了堂屋的大门 农村的房子窗户 都是用木头做的窗帘 也没法打开 屋里一股霉味散发出来 我赶紧给通通风 院子里一口压水井 井杆子也用塑料纸蒙起来了 不过还能用 我倒进去了一瓢子饮水 把水压上来了 我把院子里撒湿了 去屋里用湿抹布 把所有的家具擦了一遍 屋里清爽了很多 我开始挨个角落转转 寻找当年的气息 农村的房子不像城里有客厅 有卧室 我们家五间房子 有三间是通在一起的 东边有两间厢房 这三间屋很宽敞 东面有一张大床 是父亲和母亲休息的地方 西面那张小床是我睡过的 两个哥哥住在东边的厢房里 母亲的大床上 铺着蓝底印花的床单 父亲和母亲的枕头都在那里 我坐在母亲的床上 似乎还闻到了母亲的气息 我抱着父亲和母亲的枕头 不停地妈撒着 仿佛依偎在父母胸前 这些枕头都不干净了 当时亲戚劝我把枕头扔掉 可是我不舍得 枕头上残留的是父母的气息啊 我怎么舍得扔掉呢 堂屋的正面墙上 挂着我们全家人的照片 父亲和母亲笑意盈盈的 我把照片拿下来擦干净了 照片还在可视人去哪里了呢 我抱着照片 再一次泪如雨下 我的床头上 贴满了我上学时候正的奖状 还有我画的一幅侍女图 在我的床北头 有一张大衣橱 父亲会做木匠活 他把我们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砍了 做了这个大衣橱 我敞开了厨子 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我的衣服 那是母亲生前给我整理的 我曾经想把这些衣服扔掉 都是我上学时穿的 可是母亲说那不能扔 我把衣服留在家里 母亲就觉得我在家里陪着她一样 厨里还有几件父母的棉袄 父亲的一顶蓝色的棉帽子 也还保存着 我又重新关好厨门 让这些衣物永远地留在这里吧 我的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放在一起 我觉得很温暖 仿佛我依然承欢父母膝下 是他们怀里的小女儿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父母不在了 只剩老屋这个念想了 这时我听到了大门外的汽车喇叭声 我知道应该是大哥二哥回来了 我走出院子 大哥和二哥也是满脸悲戚 谁都没有多说话 只默默地把车上的东西搬到了家里 二哥很勤快 他把锅屋的火炉子搬了出来 从院子里划拉了一些树枝子 又找出父母用过的那个大铁壶 刷了好几遍 开始烧水 这时两个叔叔都来了 二叔的脸面长得和父亲特别像 都是大高个子 长方脸 连眉毛的形状都一样的 看到二叔 我鼻子一酸 眼圈当时就红了 我别过脸去悄悄地咽回了泪水 我把带来的礼物给了他们两个 哥哥也给两个叔叔带了礼物 我们开始商量给父亲上坟的事 那些亲戚陆陆续续地也来了 十一点左右时 院子里聚满了人 亲戚来了很多 同家族的人也来了不少 院子里一下热闹起来了 这才冲淡了我心中的悲伤 我赶紧和大家打着招呼 哥哥带回来了两箱水果 我们洗好了 放在筐子里请大家吃 墓地离我们家有三里多路 比较远二叔从他家里开来了拖拉机 拉着我们这些人去祭奠父亲 跪在父亲的墓前 我嚎啕大哭 这几年所有的思念和悲伤 在这一刻都得到了释放 别人要拉我起来 大哥体谅地说 不用拉他 让我妹妹哭一会儿吧 他想我爹了 祭奠完了父亲 我们回家了 收拾了一下就去饭店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们兄妹三个挨桌敬酒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 来帮我们的忙 吃完饭 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的老屋里坐了坐 我给大家拿出来提前精心准备好的礼物 我准备好了手提袋 里面有两盒茶叶 还有一封信 这些信是我含泪用好多个晚上写成的 给亲戚们写信的时候 我追溯了父母在世的时候 和亲戚们的交往 以及那些年他们对我们家的帮助 尤其是我的二姨 那些年我们家条件差 帮了我们很多 有一次我上高中交学费的时候 家里一下子拿不出来钱 二姨家把刚刚卖了两头猪的钱都送来了 这些雪中送炭的帮助 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大舅家帮忙也不少 我听母亲说过 我小的时候家里没得吃 大舅就用独轮车 推着两袋子粮食给我们送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 大舅的粮食是借了邻居家的 亲戚之间这些难忘的经历 是最美好的回忆 我都在书信里记录下来了 我在每个信封装上了六百元的现金 来表达我对亲戚们的感激 让亲情长存 亲戚们拿到这份特殊的礼物时 瞬间感动得无以言表 送走了亲戚们 两个哥哥先走了 我屋里屋外又看了好几遍 临出门时 再一次回望老屋 别了 我的老屋 别了 我的家乡 再回来时 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爸交了个新女朋友 第一次见面就打算 给我立规矩 我爸送我套房作为生日礼物 他却破口大骂 一个不值钱的闺女 你爸以后的财产 是要留给我和他儿子的 我笑了 反手拉了个十几人的小群 群名 后妈茶话会并在群里喊话 想当我后妈的 赶紧来 出国旅游三个月 林回国前 老爸打电话 跟我说他又找到了真爱 我跟娜娜是一见钟情 他弹琴 我跳舞 娜娜还夸我跳得好 你老爸 我当场就沦陷了 我隔着手机 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老爸两百八十斤的体重 在钢琴声里跳广场舞 然后还被美女夸跳得好 这个画面实在是有些辣眼睛 能够昧着良心说这样的话 那个叫内娜的姑娘 也着实有一些本事 毕竟睁眼说瞎话的功夫 也不是谁都有的 不过我向来 很少管老爸的私事 因此也懒得去 评价他那些女朋友 到底是不是为了钱而来 毕竟这点根本就不用想 这些年他的女朋友 一查一查地换 简直比我换衣服还要勤快 不过该给的分手费 一分也没少 在一起期间 也是各种好东西 送个不停 完全就是 你请我愿的男女关系 属于分手绝不互接短的那种 就算偶尔某个前女友家里困难 跟我老爸借个钱 我老爸也没说过一次拒绝的话 所以我从不觉得老爸做得过分 老爸爱色 那些女人爱钱 双方一拍即合 能花钱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 不过距离上次分手过了好几个月 老爸迟迟都没有新女朋友 我一度以为他终于厌倦了花花世界 显然是我高估了他 感情他这次挽起了地下恋情 足足两个月时间 愣是一点风声也没透露出来 要是早告诉我 在他们确立关系的第二天 我就会派上助理 去给那个内娜送一份精致的礼物 算是我给爸爸这个新女朋友的见面礼 不过现在补上也不晚 我在电脑上发了封邮件 给在国内的助理 让他不要忘了准备这份礼物 刚把邮件发过去 我又叮嘱了句 你开心就好 记得没事带你那个内娜逛逛街 给人家买点包包和衣服 陪我爸谈个恋爱 肯定也挺费精神的 所以更加不能对女朋友抠门 反正这些也是小钱 能让我老爸开心是最重要的 老爸却突然一改 先前羞涩模样 反而支支吾吾起来 闺女啊 娜娜说她想见见你 这件一件 就是非常有门道了 作为老爸唯一的女儿 她要谈恋爱 甚至娶个新老婆 我都不会反对 但是在人选上 我也需要把关 因此能够让我亲自 去瞧一瞧对方时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 其他方面都能过关 剩下最后一点 是否能够 跟我在这个家里和平共处 只要没有其他那些小心思 我能够点头同意 让她当我后妈 因此所有想嫁给我爸 并且当我后妈的女人 都揣着心思想要跟我套近乎 那真的是半点 也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显然这个娜娜 也同样打算从我身上下手 我脸上的笑瞬间消失 爸 你知道的 我一向就不喜欢 见那些女人 不介意老爸谈恋爱 但不代表着 我愿意跟那些女人打交道 曾经也见过两个 一见到我就各种 试探想当我后妈 甚至旁敲侧击 我家的财产 嘴脸实在太难看了点 索性后来我再也不去见那些女人 除非人品真的很OK 甚至让我觉得也可以成为后妈 但显然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至今我是一个都没有发现 或许是听出了我话里的抵触 一向疼爱我的老爸 呵呵 陪着笑 闺女啊 娜娜人真的很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定下来 你肯定得见一见 定下来 我忽然就对这个素未谋面的那娜 产生了好奇 能让我这个海王老爸 说出收心的话 那段位绝对不一般 要么是真好 好到让我爸都就此收心 要么就是千年的狐狸 哄人的功夫一套一套的 才短短两个月功夫 就能够让我爸取了想要取他的心思 的确很厉害 不过老爸既然能够向我开口 那想来应该是真的挺喜欢那个娜娜的 那倒是可以见上一见 看看究竟是怎样的美人 让我老爸都能够为此着迷收心 行 那就见一面 我松了口 老爸笑得更大声了 那好 我跟奶奶一起去接机 上飞机前 我就已经把手机静音关机 十个多小时的飞机旅途 哪怕是坐在商务舱里 还是觉得有些疲惫 等到下飞机的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上飞机前 我就已经把航班信息发给了老爸 以往我每次出去旅游 他都会够提前来机场接我 虽然家里有好几个司机 但是老爸一向疼我 所以每次我回家 他都一定会早早等候在机场接机 几乎是风雨无阻 我以为这次也一样 却没想到 我竟然失策了 或者可以说 我竟然没有想到 那个内娜竟然真的能将我老爸 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一度忘了 还要接我回家这件重要的事情 又或者 故意给我来一个下马威 仅剩不多的好感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内娜 我在心里已经默默给了零分 我在机场等了半个小时 都依旧没有等到她的影子 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也没有人接 我耐心全部被耗尽 索性直接打车回家 然而 等我刚拖着行李箱 回到家的时候 李叔的车就开了进来 老爸从车上下来 还不忘转头搀扶着车里一个 穿着蓝色裙子的女人 的确挺特殊 往常老爸从不会把这些女人 带回家过夜 显然这个内娜 已经在我爸那里破了太多次力 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 我原以为跟她以前那些女朋友 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标准的网红脸 然后身材好到爆炸 年纪比我也大不上两岁的那种 总之就是美得毫无灵魂 但这次我错了 这个女人没眼间 依旧能够看出些许的苍老姿态 尽管精心保养 那还是能够看出一二 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 反而会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身上 没有的成熟风韵 似乎这种似有若无的风韵 更加撩人 她面色有些苍白 受得一阵风都能吹倒似的 但这样依旧难掩精致面容 还多了一种并稀释的美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被我老爸护着的女人 应该就是她口中所谓的真爱 也就是记历历 香香 泥泥之后的娜娜 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女人 或许一开始我不能够明白 老爸为什么会就此栽到她手里 但在看见她这张脸的时候 我瞬间就明白了 虽然年纪有点大 也不是角色容颜 可偏偏眉眼之间 跟我那糟心的妈 有那么几分相似 老爸年轻的时候 当田狗 凭借财大气粗愣是把老妈追到手 追到了白月光 老爸恨不得把妈妈捧在手心里 供着哄着 为恐怕 我妈受到一点点委屈 可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这么真心相待的 老妈还是向往所谓的自由 虽然我觉得这个理由就是个废话 明明就是爱上了外面的男人 所以丢下我这个脱油瓶 自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尽管被戴了绿帽子 老爸还是痴心不悔 从小又当爹又当娘把我拉扯大 从来没因为老妈做的事情 对我有任何的迁怒 反而是想将所有最好的东西都送给我 哄着我 直到我长大后 老爸才跟我商量着能不能去谈恋爱 等了二十年 这颗炙热如火球一样的心 也愣是被我妈那个冰块给冻住了 那我自然是满口同意 而那些女人 一开始我见过的几个里面 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 同我妈有些相似 眼前这个娜娜 更加是有五成的相似程度 难怪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间 让我老爸对他倾心致辞 知道了原因 我就对眼前这个那娜 没了丝毫兴趣 万年不变地替身梗 挺无趣 闺女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我不是派司机去接你了吗 老爸看见我从出租车上下来 站在原地愣了会 然后赶紧跑到我身边 抓着我的胳膊上下左右 打量了好一会儿 又瘦了 我得让刘妈给你好好补补 我点头 转而将目光落到内娜身上 爸 你不是说 要跟他一起来接我吗 我在机场等了半个小时 电话还打不通 一听这话 我爸更加心疼了 紧紧拉着我的手 眼里是止不住的愧疚 他刚想开口 那个叫内娜的女人 就立马跑了过来 使我不好 我们都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可是我突然肚子疼 娜娜顿了一下 面容略显羞涩地看了我爸一眼 魏国担心我 所以先让司机送我去医院 他也担心你 但手机没电 让我打电话给家里 另一个司机去接你 可我不小心给忘记了说到这 娜娜愧疚地低下了头 逗大的泪珠说掉就掉 妥妥奥斯卡影后 从见她的第一面 我就知道这女人段位不一般 虽然上了年纪 可是一撇一笑 却极具风情 尤其垂眸落泪的样子 跟我老妈像了个实诚实 能够对着我爸这张脸 暗送秋波 还各种羞涩难言 也确实考验演技 我懒得拆穿她的小心思 就是觉得有点恶心 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 我还需要倒下时差 现在没功夫理她 所以我看也没看 直接拖着行李箱往家走 身后隐约声音传来 我转头瞧了一眼 魏国 纯纯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美人在落泪 我爸心疼得跟什么似的 赶紧替他擦干了眼泪 那么在我老爸 看不见的角度里 冲我露出了一个挑衅的笑 似乎是在宣示着他的胜利 我择了一声 忽然觉得这个女人 大概脑子还是缺了一根筋 在我家里挑衅我 是梁静如给他的勇气吗 下一刻 我老爸就一本正经地说 放心 目前除了我 他看谁都不顺眼 不喜欢你是正常的 扑持我差点就笑出了声 我老爸这人 在某些方面憨得很 要不是口袋里揣了足够多的钞票 凭借这张嘴 他很容易被人给打死 比如此刻 那那说这话明显就是为了挑拨离间 可是在老爸的理解中 那就是再说一句最诚恳不过的话 网上有句话说得好 真诚才是必杀技 我眼睁睁看着那那脸上挑衅的笑 渐渐一点点消散 形成了一种极其扭曲的丑陋模样 第一次见面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可惜 我爸是个十足的憨憨 根本就gap不到他茶味十足的话 把东西放回房间 我赶紧冲了个热水澡 想让身体舒服点 刚穿好睡衣出来 房门就被人敲响 我忍不住皱起了霉 这个时间点 家里有点眼力见的人 都不会过来打扰我 但偏偏就是有人敲门了 有事 门一打开 就看见那那端着一杯热牛奶 站在我房门前 笑容温柔到不行 我扫了一下他身后 老爸似乎在非常努力 藏在柱子后 奈何那肥嘟嘟的身材 柱子实在是挡不住 那那似乎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转头看了一眼 等再转向我时 笑容有些尴尬 他往我房间里面走了点 确保大半身形都能够被房门挡住 送给你的牛奶 他声音淡淡的 听不出任何喜怒 我也没有伸手去接 就这么静静地盯着他 就想看他做什么腰 一秒 两秒意料之中的玻璃杯落地 热牛奶直接倒在了我昂贵的地毯上 有点心疼 紧接着那那整个人往后一道 以一个极其优美的姿势 摔在地上 然后在三秒之内 缓缓落泪 漂亮 我新签约的一人 要是有着演技 我也就不担心捧不红他了 他一哭 老爸扭着身躯 赶紧跑了过来 弯腰将娜娜从地上扶起 那叫一个心疼 娜娜 你怎么没站稳摔倒了呀 老爸扶着他 又瞧了一眼我的地毯 眼里同样闪过一阵肉痛 毕竟这地毯是珍贵 娜娜赶紧顺势倒进我爸怀里 抽气得双肩一颤一颤的 我就想给纯纯送杯热牛奶 可是欲言又止的话 按照正常人的脑回路 此时必定会怀疑到我身上 譬如我不喜欢老爸新交的女朋友 所以直接推了他一把 这是正常逻辑 然而老爸却只是摇摇头 然后伸手当着我的面 毫无顾忌捏了一把娜娜的脸 就知道你是个小迷糊 杯子肯定没端稳吧 老爸此话一出 娜娜精的连话都忘记讲了 他嘴巴张张合合 大概率是想说我推他的 但是碍于他现在的人设维持 只能用一种极其无辜的目光看向我 我迎着他的目光 微微抬起下巴 满眼嘲弄 他气得直咬唇 老爸见着美人落泪那叫一个伤心 又赶紧继续红 我家闺女最贴心了 虽然这地毯挺贵的 但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肯定不会太生气 你不用担心啊 扑斥我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 毕竟眼睁睁看着那娜 挂满泪珠的脸 变得铁青 还挺好玩的 他以为老爸会因此责备我 结果老爸反而以为他是在害怕自责 看够了这小儿科的闹剧 我敲了敲门 故意弄出了点声音 让他们两个人都看向我 你要再这住我没意见 毕竟你是老爸带回家的 但是三楼是我一个人的地盘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上来 知道吗 我这话说得十分严肃 娜娜又想表演委屈落泪 老爸毕竟有心思想要娶她 所以也不希望我们之间关系太僵 赶紧从中劝和 娜娜呀 咱们日常就在一二楼活动 不要吵到我闺女知道吗 她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哪怕咽不下这口气 但还是被老爸拉着下了楼 我并没有立即回房间 而是直接站在走廊上 听着楼梯处传来的声音 魏果 我觉得纯纯不喜欢我 这不挺正常的吗 所以我们以后结婚 我再替你生一个男孩好不好 后面的话我并没有听见 不过显然这个女人心太大了 不仅想要嫁入豪门 甚至还想要再生一个男孩 毕竟生了男孩 就能够跟我争夺家产 若是能够得了我爸的宠爱和信任 继承全部家产 然后将我扫地出门的也是有可能的 想得倒挺好 我低头从口袋里翻出手机 找到一个只有十个人的群 群名 后妈茶话会 这个群是我早早就建好的 人数也是最近一点点添加的 全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 之前我就觉得老爸可能有些空虚寂寞了 所以想着给他找一个伴 群里这十位都是我精挑细选 人品能够过关的 并且对方也有这个意愿想当我后妈的 是后妈候选人 总之就是一拍即合 只等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然后成功上位 享受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虽然说法挺土 但就是这么个事实 我不介意未来的后妈贪财好色 但凡事都有个度 我可以养着她 但她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想要算计我 甚至还要跟我抢家产 现在这个内娜 显然不仅贪财 而且野心极大 绝对不是能够进我家门的女人 既然如此 不如我缓缓在群里打下一行字 并且爱特全成员 我老爸想结婚了 觉得有机会的可以自己争取一下 凭借手段上位的 我不阻拦 这句话刚打出来 整个后妈茶话会群瞬间沸腾 昨天吃早饭的时候 娜娜就和我爸腻外地坐在一起 一会儿摸摸脸 一会儿又替我爸擦擦嘴 那似有若无的目光 还得在我身上打转 我都替他累得慌 纯纯 你一个女孩子替你爸管这么大的公司 肯定也很累吧 娜娜主动开口 甚至还贴心替我端了一杯牛奶 放到我面前 无比关怀地问候 我倒也不介意接上一句 毕竟以后都是我的钱 自己管着肯定安心一点 我毫不客气回怼 娜娜脸色一僵 转而又回头看了我爸一眼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偌大的佳业 是我家魏国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呢 说话就说话 还非得夹着嗓子 我没忍住打了个寒颤 实在是恶心的慌 我爸见我一哆嗦 就赶紧放下筷子 拨开娜娜的手 一脸关怀地盯着我 昨晚没睡好 我点点头 打亮了娜娜一眼 昨晚阿猫阿狗叫 吵得我心烦 娜娜瞬间就理解我是在get她 气得脸都绿了 可惜我爸不为所动 是半点也没有去看 她那饱含委屈的眼神 魏国 我娜娜清了清嗓子 正准备用她堪比黄鹰唱歌 还好听的声音 来撩我老爸替她做主时 老爸手机却响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接着赶紧拿着手机出去接 临出门前 我隐约听到了一个丽丽的名字 则 群里已经有人开始行动了 接完电话回来的爸爸 眉头微微醋着 但似乎也是没有想开口 我倒不介意推一把 听那铃声 应该是你众多前女友中的 一位给你打电话了吧 提起这个敏感的话题 娜娜瞬间就放下了筷子 一双眼红彤彤地盯着我爸 就仿佛我爸干了什么 罪大恶极的事情一样 充斥着背叛和难过 娜娜完全一副被抛弃了的模样 我爸神色不太自然 干咳了两声 才开始跟她的宝贝娜娜解释 莉莉给我打电话 说她最近比较困难 所以想找我借点钱 这话可就说得委婉了 毕竟我老爸财大气粗的 又是自己的前任女友 借钱是什么鬼 肯定是不需要还的那种 娜娜脸都绿了 觉得自己身为女朋友的面子 彻底被踩在脚底 眼泪巴搭巴搭就掉了下来 我静静欣赏着眼前 这堪比奥斯卡的演技 适时开口 放心 我爸不会借钱给她的 娜娜脸庞上挂着泪 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像是在示威 又紧紧抓着我爸的胳膊 似乎是在宣示着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亲密 我不紧不慢端过另一杯牛奶 抿了一口才继续说 我爸是不会借 但是我会借 几十万而已 毕竟是我爸的前女友 给了就给了 我爸点点头 甚至还打算跟她的宝贝 娜娜求夸奖 和你在一起后 我可没有再跟他们 没有什么私下联系了 娜娜一听说给几十万 整个人瞬间就坐不住了 就仿佛给出去的这个钱 是她的钱一样 她朝着我笑 但说话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你的钱不就是卫国的钱吗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点头 是没什么不一样的 娜娜又赶紧说 所以钱不能送给外人 我笑了 慢悠悠站起身 然后居高临下盯着她 我的钱 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有意见吗 娜娜似乎准备开口 但我却在她即将开口前打断了她 有意见也没用 毕竟都是我的钱 说白了 你算哪根葱 早饭不花而散 我倒是觉得挺开心 不过娜娜就不这么想了 她原本想要折腾我吧 让她进入上流圈子 可惜计划还没实施 后妈茶话会里 十个前女友开始各显神通 每个人按照自己擅长的手段 跟我老爸来了无数次偶遇 或是哭诉着自己最近的凄惨遭遇 又或是端着精心熬好的汤手在公司底下 总之就是无数次的相遇 娜娜自从跟我老爸在一起后 老爸就直接把她带进了公司 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小秘书 但也跟着我爸进进出出 十个前女友各显神通 以各种理由来见我爸 企图勾起两个人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 从而成功让我老爸回心转意 最后当上我后妈 自然 娜娜感受到了危机 一时间反倒顾不上我 开始跟着这十位前女友斗智斗勇 只为了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 一连斗智斗勇好几天 娜娜也开始跟着我爸早出晚归 反倒是在家里极少碰面 而我之前为老爸张罗的结婚对象中 其中一位叫妮妮的小阿姨 则是胆子最大的 竟然直接上门来找我 小卫总 你说过可以各凭本事的 妮妮冲我笑了笑 紧接着又撩了一下头发 极具风情的脸庞 跟我妈又莫名相似 我直接给她让了条路 妮妮是老爸众多女朋友中 较为特殊的一个 她年纪轻 目标也明确 就是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混上上流社会 接着就可以光宗耀祖 狠狠打脸老家那一对重男轻女的爸妈 所以在我老爸表现出对她有好感时 妮妮主动出击 尽管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三个月 但是老爸送了她好几套房和车 甚至一度起了想要跟她一起走下去的心思 不过分手是妮妮主动提的 至于原因 我曾经问过她 她说 我已经看出魏总健健对我失了兴趣 或许出现比我更年轻漂亮的姑娘时 她会利落跟我分手 既然如此 那倒不如我主动提出分手 反倒在她心里占了个特殊 再不计 以我甩了她的行为 我闯荡娱乐圈 就已经自带了流量话题 不得不说她 非常有商业头脑 所以跟我老爸分手过后 在娱乐圈倒是混得如鱼得水 如今更是直接迁载了我家公司 她年轻漂亮 做事又努力上进 以前在小公司里 因为没有身份背景而被打压 现如今跟我爸这层关系 在公司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会欺负她 除了爱钱 她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缺点 所以在我之前跟她说出我老爸想要结婚时 她就跟我表要是想要试试 这次我在群里爱特全体成员 她自然也是看到的 妮妮借着工作来到我家 跟我讨论下一部剧本的事情 她需要一个理由 而我也需要她来确认一下 娜娜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 倘若只是似有若无 我就可以放宽心 可若是又跟我妈一样投注了全部感情 最后这个女人却如何想着来抢夺我的家产 不好意思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她 妮妮在家里做了没多 老爸就跟内娜回了家 两个人似乎去商场买了不少的东西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家 只是目光触及到妮妮时 老爸眼神一致 娜娜脸上也露出了危机感 但老爸很快又恢复如初 紧接着满心满眼盯着她的宝贝娜娜 你是谁 娜娜率先开口 或许是这几天被我老爸的前女友们 搞得头疼脑热 现在是十分警惕 妮妮站了起来 笑得落落大方 直接伸手递向我爸 魏总 好久不见 我不着痕迹地打量着老爸 老爸看了一下眼前的妮妮 沉默了一小会后 出于礼节还是去握住了她的手 好久不见 娜娜瞧见这一幕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立马挽住老爸的胳膊 魏纯 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爸爸就要结婚了 你怎么让他的前女友要来到我家 娜娜有些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 竟然直接朝我发作起来 我冷笑 还没等我开口 老爸转头就看了一下她的宝贝娜娜 妮妮是纯纯公司签约的艺人 两个人有接触挺正常的 老爸满脸坦然 毕竟站在她的视角里 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现任女友的事情 那些借给前女友的钱 是我这个做女儿的给的 让她前女友上门 也是我默许的 说白了 我就是看不上现在的那娜 毕竟谁也不会喜欢一个 还没娶进门 就想着如何生下男孩 跟我争家产的后妈 既然如此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防患于未然 但就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 我就已经看出了 娜娜在我老爸心里的地位 绝对不一般 脸上的表情太坦然了 那就显示着她对现在的妮妮 是半点感情也没有 第一时间就要跟内娜解释 看样子是真的把内娜放在心里了 妮妮并没有在我家里待很久的时间 她仿佛就是真的过来跟我讨论工作 谈完正式过后就直接离开了我 我出门送了送她 很显然 我失败了 妮妮耸了耸肩 笑得满脸坦然 那个内娜长得挺好看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我跟她的眼睛都挺像的对吧 要是再细看 我们眼睛也挺像的 妮妮忽然凑了过来 几乎是三言两语就拼凑出了整个事实 总归是常年混迹娱乐圈里的人 那些烂大街的白月光替身梗 她如数家珍 挺可惜 我摇摇头 你要是当我小后妈 我或许还挺高兴 爱钱爱得明明白白 这样多好 送完了妮妮 我就直接回了家 娜娜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瞧见我推门进来 她毫不掩饰脸上的挑衅 别以为你找那么多女人过来 就能够分走魏国对我的宠爱 最后的赢家只会是我 话别说得太满 小心翻车 听到我的话 她微微一笑 仿佛胸有成竹 行啊 就看看最后 鹿死谁手 显然她憋了什么坏 而且能够直接影响到 她在我爸心中的地位 我原本打算派人去查一查 却没想到刚打瞌睡 就有人给我送枕头 隔天上午 段青就邀我一起去吃午饭 两家作为市交 又从小定下了娃娃亲 所以我跟她不仅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而且也是心照不宣的恋人 目前各自掌管着自家公司 只等时机一到就领证结婚 然后两家公司一起携手做大做强 一举成为市的龙头企业 听说最近伯父身边有个女人很活跃 段青直接开门见山 是半点废话也没有 我笑着回她 放心 嫁妆不会因为这个女人少一分 是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段青又从随身带的包里 拿出了一份文件递给我 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有必要看一看 她说得认真 而我 也在她注视的目光中 缓缓打开了文件夹 刚回到家 就听到了我老爸和那女人的笑声 我又想起文件代理的那张检测报告单 心里的猜测已经八九不离十 所以等到老爸爸那那张怀孕单子 递给我的时候 我心里是没有半点起伏的 纯纯 你要当姐姐了 老爸伸手摸了摸我脑袋 眼里有些憧憬和向往 当初我跟他就说好 倘若之后他要结婚的话 是可以再要一个小孩的 不过嘛 这偌大的家产 肯定还是我的 至于跟我有着血缘关系的弟弟 或者妹妹 只要不给我搞事情 安安分分当个富家千金 或公子哥 我也会保他一生衣食无忧 可若是非要做妖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娜娜挺着 根本就不明显的肚子 走到我跟前 还故意让我老爸搀扶他 纯纯啊 阿姨怀了弟弟 你不会不开心吧 我在他挑衅的目光中 缓缓伸手 付上他的小付 生下来 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他被我的动作吓得一个哆嗦 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杆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魏国已经答应下个月就要娶我 纯纯 你觉得好吗 好个鬼 谁希望家里放一个千年狐狸 而且是那种无时无刻想要 算计着自己财产的狐狸 我是闲命长 还是闲钱不好花 那份我原本打算给我爸的文件 在看见那那一再地挑衅下 我并没有拿出来 我就想看看他 究竟还能做什么腰 显然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贪得无厌 我去隔壁城市出差三天的时间 回到家后 就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染着黄毛的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那张脸蛋倒是长得不错 可惜穿衣服并没有什么品味 虽然浑身都是名牌 但愣是被他穿出了一股子爆发护的味道 再加上染着黄头发 发质还不行 整个爆炸头乱糟糟地堆在脑袋上 只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品位极差 差到那张脸都不能拯救他 精神小伙原本在院子里抽烟 见我拖着行李箱进来 立马将烟丢到我老贵的草坪上 甚至还用脚碾了一下 紧接着一路小跑到我跟前 那双色咪咪的眼神就落在我身上 眼神恶心倒不行 是看一眼就让我觉得反胃的那种 你就是蠢蠢 精神小伙率先开口 连说话的腔调都是无比的难听恶心 我没理他 直接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司机叔叔 家里禁贼了 直接打电话报警 司机叔叔点了点头 正准备掏手机的时候 娜娜挺着依旧不明显的肚子 慢悠悠晃了出来 这是我娘家的弟弟 咱们是一家人 我轻责了一声 把嫌弃和不屑完全表露在了脸上 老爸听到声音也赶紧走了出来 一见到我脸上笑得就跟朵菊花似的 刚想跑过来替我接行李箱 娜娜又捂着肚子痛呼一声 魏国 孩子好像踢我了 听到这话 我爸又赶紧转头去扶他 我却是直接笑出了声 两个月跟一粒小黄豆一样大 还是说你这孩子是哪吒 小小年纪就生了三头六臂 我毫不客气地开队 娜娜再一次气得脸都绿了 转而看了一眼他身侧的精神小伙 努力平复心情 然后把精神小伙往我跟前推 你们是同龄人 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聊 最好可以趁机培养培养感情 毕竟日后也是要一直相处的 这话可透露出了不少信息 首先 娜娜显然是想把我跟她弟凑成一对 这样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我家这偶大的家产 都一定会是落到她家人的手里 其次 这糟心玩意儿大概会一直住在我家 就因为娜娜肚子里揣了个自以为是的金疙瘩 认为已经完全掌控了我爸 竟然直接带着亲戚上门了 胆子挺肥 我目光悠悠看了一眼老爸 他冲我递来了个略显抱歉的眼神 但是眼里对娜娜的关怀是半点也没少 我之所以没有 直接把娜娜跟着精神小伙直接撵出去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家这老头子 是真的陷进去了 糖衣炮弹加上酷似白月光的脸 娜娜已经完全捏住了我老爸的心 只要不突破我老爸的原则 就是坐天坐地也是可以的 我能怎么办 老头子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被千年狐狸迷住了眼 当女儿的自然是要替她打跑妖怪了 花花世界迷人眼 漂亮的姑娘更是一抓一大把 咱有钱 还怕找不到一个漂亮又乖巧的后妈 这精神小伙名字叫王琪 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王手上催了口唾沫 紧接着搓了搓手 然后又试图来拉我的手 我恶心地直接往后退 娜娜却巴唧掉了泪 纯纯是嫌弃我们姐弟吗 孕妇是最不能伤心落泪的 我老爸手忙脚乱替她擦泪 小心肝似了的一声又一声哄着 谁让她哭起来的样子 最像我那糟心的老妈 恰好就是老爸的软肋 说多了都是泪 所以我直接开队 嫌不嫌弃的 你们心里没点数 在迎接老爸一个刀眼后 我会直接潇洒往楼上走 他要哄着自己的宝贝娜娜 我才不惯着 但我显然忽略了这姐弟俩的野心 我睡眠一向很浅 所以当有人半夜悄悄进我房间里时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 家里的阿姨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我老爸更是注重隐私 尊重我所有的生活习惯 那么在脚步声逐渐靠近我床 甚至一度快要掀开我被子的时候 我反手抄起床头柜上的台灯 猛地往那个人脑袋上砸了下去 尖叫声响起 我又在黑暗中摸索着开灯 眼前这个染着黄毛额头上流着鲜血的王旗 只穿着个四脚裤 就这么赤条条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个时间点穿成这样出现在我房间里 怀了什么心思 几乎都不用多说 我直接给气笑了 超级床头柜另一侧的台灯 二话不说 又猛地朝他身上敲 以前老爸担心 我是个女孩子会受人欺负 所以特意送我去学了一些跆拳道 我从小又精 所以学了一套 大人记疼 然后又不会留下明显伤疤的手法 除了第一下砸在脑袋上那一个 明显的血窟窿以外 王旗浑身上下被我砸了好多下 他痛得直哀嚎 可却找不到半点明显伤害 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王旗忽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刀 猛地朝我撕了过来 我本能举起手臂护住脑部 胳膊瞬间就被刀划出了一道血痕 鲜血淋漓的伤口 几乎还能瞧见一丁点生生白骨 我疼得直哆嗦 王旗却笑得那叫一个疯狂 早就知道你可能会反抗 呸 什么东西 接着他又将那把刀对准我 你有本事再反抗一下 老子弄死你 说完过后 他就把那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然后另一只手来扯我睡衣的吊带 刀刃划在脖子上 稍有不留神 我就可能会被他划破喉咙 所以我也不敢轻举妄动 睡衣带子被他扯到肩膀上 他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继续扒我衣服 我瞅准时机 猛地踩了他一脚 然后迅速往门边跑过去 我打他的动静闹得很大 又或者某人跟他姐姐实行了 桌奸在床的想法 所以在声音响起来的两分钟 老爸就穿着一只拖鞋 挺着大肚子 着急忙慌跑到我房间 一看见老爸 我赶紧捂着流血不止的手臂 然后满脸委屈去拉着老爸的胳膊 爸爸 他半夜溜进我房间 还穿成这个样子 我要报警 不能报警 娜娜赶紧跑了过来 他宝贝弟弟额头上的血迹 深深刺痛了他的眼 赶紧上前护着王琪 然后开始指责我 魏淳 你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够下这么狠的手 我真的不想再灌着这个千年狐狸了 所以我直接抡起袖子 也不顾他怀不怀孕 一把将他推到我床上 然后抬手又在他地脸上甩了好几个巴掌 灌得你们 王琪在我爸进来的那一刻 就直接把刀丢到了地上 娜娜也坐在床上直哭 明明就是他邀请我来的 魏淳这女人见得很 明明就想跟我滚床单 然后听到有脚步声 故意就来了这么一出 王琪反应过来后满脸暴怒 然后用那些乌言晦语来污蔑我 是真的恶心 给恶心他妈开门 恶心到家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女儿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老爸皱着眉 终究还是没有顾娜娜的意愿 直接报警叫来了警察 倘若王琪没有说这话 老爸或许会考虑到我的生育 以及娜娜 把这件事情大事化了 然后在某个深更半夜 花钱找人套个麻袋 把王琪抱打一顿 让他几年都下不了床 又或者让他这辈子 都后悔今天对我做出的事情 可惜他偏偏管不住嘴 还非得污蔑我 老爸自然不会忍了 先关个几年 等他出来的时候再套麻袋打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娜娜哭得梨花待雨 总之就是各种撇清关系 绝不承认他递做的事情 跟他有半毛钱的关系 王琪也咬死不认 他姐帮他出主意 总之要保住一个人的道理 他们还是懂的 娜娜捧着肚子哭 加上又没有确切的证据 我爸终究不能将这笔账算到他头上 哪怕有了一份隔音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他也如以前那样对内了好 甚至还花了不少钱添置孩子的东西 虽然这些都是小钱 可以想到钱给这种人用 我就觉得恶心的慌 如果说我之前只是单纯想赶走娜娜 那么经过这天晚上的事情后 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的 俗话说 他的越高摔得越狠 他不是挖空心思 想要给我爸生个儿子立住脚跟吗 我成全他 我手下有个影视公司 之前为了顺应娱乐圈潮流 所以公司签了十几个练习生 这些小弟弟颜值自然没话说 而且能歌善舞 放在大马路上都会发光的那种 而这种小弟弟 喜欢的人更是一抓一大把 我认真观察了好几天 终于挑中了其中一个名叫顾约的男生 争强好胜 爱拍马屁 并且视钱如命 总之一切一切所有不为人称赞的恶习 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 但依旧能够被签约进公司 则是因为嘴足够甜 长得也足够帅 哄得公司负责这部分的一个女董事 心花怒放 所以给了她这个名额 并且还给了许多便利 可以说 是完美的人选 顾约一双桃花眼 寒情默默地盯着我 聊人又蛊惑 小魏总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说话 而是将娜娜的照片递给了她 顾约心领神会 然后伸手冲我比了个一 一个月 我会让她爱上我 看似禁欲又聊人的小狐狸 对于娜娜这样一个上了年纪 还得为钱讨好我爸的女人来说 可谓是致命的诱惑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冲她举杯 算是提前庆祝我们的胜利 除此之外 我开始给外面放出消息 那那即将会成为我后妈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圈子 那些看不上她身份的太太们 也终究因为她终于能够名正言顺 跟我爸躺在一个户口本里 而对她嘘寒问暖 可以说 是在贵妇圈里出尽了风头 享受到了前几十年 从未有过的尊贵生活 以至于被人捧得太高 走路都打飘 瞧见我时就各种冷嘲热讽 尤其每当我爸不在 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女主人了 各种嘲讽我是女孩子 以后我家偌大的家产 就一定是会留给他肚子里的儿子的 挺自信 所以我特意挑了个 我爸不在的日子 他又一贯对于我开始各种嘲讽 手里拿了好几件价值连城的珠宝 看我一眼就笑一下 魏国昨晚跟我说他喜欢儿子 以后这些宝贝都是要留给我儿子的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的 我故意坐在他身边 自己现在在这亭享受 你弟弟在牢里的日子 可就不怎么好过了 他晚上溜进我房间里 甚至还对我动了刀 这足以让他进去吃牢饭采缝韧机了 娜娜得意忘形 忽然听到我的提醒后 才想起他的宝贝弟弟还在牢里 顿时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恶意 魏纯 你别得意 上次被你侥幸逃过一劫 但这件事情传出去 我看你怎么做人 我笑了 无非就是拿我的清白说事 但断青是谁呀 这件事情跟他明明白白讲清楚 他只会愈发憎恶这一对姐弟 至于他弟弟若干年后从牢里出来 可能想套麻袋打他的人 就不会只有我老爸一个人了 一个月后就是我的生日 老爸一向心疼我 所以我每年的生日宴会都会办得极其隆重 宴请许多人 今年也不例外 老爸大手一挥 直接包下了给是最好的酒店 用来给我庆祝生日 生日会布置上 老爸恨不得墙角都向金边 娜娜显然不高兴 嘴里更是没个机会遮挡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故意说给我听 就一个丫头骗子 过个生日 竟然要办得这么隆重 以后我儿子出生 这家业可都是我儿子的 我听他这话 也没有急着反驳 只是为他的盲目自信 而觉得搞笑 一个小我二十多岁 甚至还没出生的奶娃娃 拿什么跟我争家产 用那个香了金边的奶瓶 还是一片就上万块钱的尿不湿 一想起这几天 娜娜借着那肚子里的金疙瘩 就各种作威作福 我早就不耐烦了 所以在顾约帝给我消息后 我就把时间安排到了今天 讨厌的人在眼前晃了一个多月 也是时候年走了 宴会开始 老爸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送给了我一套房子 准确来说 是一套价值堪比一栋楼的房子 使得是最好的地段 甚至比现在住的这栋别墅 还要更加奢侈昂贵 这套房子老爸早早就想送给我 只是我一直嫌弃冷清 所以根本就不想搬过去住 现在老爸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 我自然是不可能去拒绝的 所有人都喜气洋洋 唯独娜娜气得脸色扭曲 段清也将生日礼物递给了我 想了很久 我觉得这份生日礼物 你一定是最喜欢的 看着他手里那张薄薄的文件 我心里忽然有了重预感 为了验证 我特意去酒店客房换个衣服 就为了找个没人的地方 拆开这份文件 瞧着文件上的字 我觉得挺好笑 先前的准备工作倒还是白费了 之前段清递给我的那份文件 也被我带了过来 文件里面内容很简单 无非就是医院摄像头 拍下的几张照片 以及验孕单 娜娜没有怀孕 不过就是买通了医院的医生 所以故意跟孕妇检测的东西弄魂 来了个偷梁患住 这里面的内容足以显示 她根本没有怀孕 可惜第二份文件 就彻底推翻了这一切 不过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了看包里那份 顾约递给我的优盘 只要里面的内容公之于众 也足够毁掉它了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坏 谁让娜娜故意联合 她弟想要算计我 为了得到我家财产 甚至还想要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她不仁 我不义 我甚至会做得比她更绝 我在酒店客房换个衣服出来的功夫 就看见她守在走廊 看样子是在等我 我又瞧了桥四周 并没有什么人守在旁边 这栋房子 你倒是收得心安理得 娜娜微抬着下巴 满脸都写着羡慕极度恨 说出来的话腔掉十分阴阳怪气 我爸送给我的房子 我凭什么不收得心安理得 直接给我整笑了 你要是也想要 让你爸给你买呀 我就是在故意戳她的伤口 一个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的女孩子 对于父亲的印象自然没有那么好 别说送给她房子了 不扒着这个女儿吸血 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娜娜脸色轻了又轻 白了又白 或许是因为现在走廊上没有人经过 比较偏僻的原因 她甚至没有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伸手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不值钱的闺女 以前为国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才会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公 我现在可是要为她生儿子的 哪个男人不喜欢儿子啊 只要我生下了儿子 这偌大的家产都是我跟我儿子的 你就是个不值钱的丫头骗子 我看你到时候有什么资本跟我狂 她破口大骂 我却没有半点想要生气的迹象 甚至一度都有些想发笑 毕竟我是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是谁给她自信说出这样子的话 我老爸现在心里是有她 但基础是因为她这张脸跟老妈极其相似 所以才爱屋及乌 但无论怎么爱屋及乌 我这个体内流淌着老妈一半血液的孩子 注定就是会被偏爱的那一个 要不是不想让老爸伤心 我根本就不想浪费时间跟他在这里扯皮 而等到这场生日宴会的高潮 所有阴暗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个企图利用孩子来撵走我的女人 就要跟他说再见了 但我没想到 娜娜居然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当我准备转身离开时 她忽然一把扯住了我的胳膊 干什么 娜娜猛地伸手擦了一下嘴角的口红 然后在我的注视之下 直接走到楼梯口 干什么 当然是让魏国对你彻底失望啊 话音落下的同时 她猛地推了我一把 接着整个人直接往后坠落 如同断了翅膀的蝴蝶 从高楼滚了下来 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裙 她匍匐在地上痛苦哀嚎 原先眉眼之间还闪着一份得意 毕竟 御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 让我爸对我彻底失望 为他日后的幸福生活打下基础 这是一件双雕的事情 可惜啊 我眼睁睁看着内娜那件白色裙子上 染满了鲜血 而她原先得意的神情 已经消失不见 捂着肚子痛苦哀嚎 娜娜低头看着腿腕处流出的鲜血 眼里的不可知信 已经无法掩饰 紧接着就是巨大的恐慌和害怕 救我 救我的孩子啊 我看了一下手边第二份文件 上面黑字白字 可是清清楚楚写了 被内娜替换的那份报告单 同样也是怀了孕的 则挺可惜的 想利用甲运来获取我老爸的欢喜 接着又想用这个不存在的孩子 彻底扳倒我 然而最后 偷鸡不成十八米 他真的怀了孕 可这个孩子 却是被他给亲手杀了的 我又做了什么呢 我甚至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他就已经把这个孩子 自己给做没了 我站在二楼走廊之上 看着楼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围在内娜身边 而他仰着头 死死盯着我 我感受到了彻骨的恨 可这一切 不是他就由自取的吗 或许是他自己也觉得 这个孩子保不成了 毕竟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滚了下来 腿上的鲜血哗哗的 怎么也止不住 他眼神忽然变得凶狠起来 趴在我爸怀里 用那长得几乎能够戳死人的指甲指着我 就是他 就是他嫉妒我怀了孩子 怕我儿子跟他分家产 所以趁我不注意 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来 一句话 又成功让我成了全场的焦点 我在众人议论的目光中 缓缓走下楼梯 段青连忙走了过来 他看了我一眼 我冲他递了个放心的眼神 段青没有再说话 毕竟我俩都知道对方的底 这种事情我是能够处理好的 我将手里的优盘交给段青 他也懂我的意思 直接拿着优盘慢慢隐匿在人群里 我直接走到内娜跟前 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我推了你 娜娜捂着肚子 脸色惨白一片 你就是嫉妒我怀了男孩 所以故意推我 说完他又转头 看了一眼我爸 魏果 你一定要为我儿子做主啊 老爸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毕竟这个孩子到来 他也是满心欢喜的结果 现在眼睁睁看着他成了一滩血水 而他怀里的女人梨花带雨 那极其相似的容貌 总是很容易惹人怜惜的 爸 你不信我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女人的污蔑 只是很想知道我老爸的态度 究竟是相信他 还是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 老爸有些沉默 但终究还是缓缓抬头看向了我 我相信纯纯 他说没有就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每天跟这些妖魔鬼怪勾心斗角 但也绝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不信任我 娜娜捂着肚子 还在骂骂咧咧 你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女儿 就是怕我生出儿子跟你争家产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把你抓进去 他骂骂咧咧 完全不知道另一侧大屏幕上 缓缓投放出的照片和视频 有人注意到了大屏幕 男方脸被打了马 而视频里的女人的脸 却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两个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抱在一起 也仅仅只是抱在一起 并没有过多其他的画面 但这种情景之下会做些什么 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爸看到了那个视频 脸色从最开始的愤怒到渐渐的平静 最后看了我一眼 娜娜被送去了医院 她在临走之前也看到了那个视频 伸手指着我 是你 是你算计我 我慢慢俯身 靠近她的耳边 对 就是我 你又能如何 倘若不是她故意利用她那宝贝弟弟 想要对我做那种事情 我或许也不会赶尽杀绝 彻底毁掉她最后一丝尊严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圣母 有冤抱冤 有仇报仇 我这人一向恩怨分明 手腕处的刀伤还没有恢复 现在还是一个蜿蜒的丑陋疤痕 这道伤得愁 我总算是报了 书房里 我把之前偷偷录的录音拿了出来 虽然娜娜没有明确说她指使了王琪 但是这话语里的意思 对于我老爸而言 她肯定是能够听懂的 千年狐狸装成了小白兔 我做这一切也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 爸爸坐在椅子上看着我 你知道他怀孕了 我点头 那视频的事情是你算计的 我依旧点头 老爸脸色晦暗不明 沉默许久过后 直接抬手就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 有点疼 我心更疼 刚想控诉老爸识人不清 结果老爸却抢在我之前开口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不喜欢奈娜 我也不可能答应娶她 我一愣 老爸又继续说 我是挺喜欢收集周边的 这说出来也挺让人不迟 但你是我女儿 尤其上次他弟弟的事情发生后 我就想着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但以前你有跟我说过你想要个弟弟 所以 魏纯 你在老爸心目里的地位 是没有人能够比的 我眼角忽然有些发酸 老爸就一把将我抱进怀里 像小时候那样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纯纯 我们才是一家人 对啊 一家人呢 这场闹剧的最后 娜娜拖着尚未恢复的身子 就跑来我家 企图哀求我爸的原谅 此时 我正跟老爸在家 玩他新买回来的游戏机 别说 还挺好玩的 娜娜一看见我 眼里的恨意依旧藏不住 可这次应声声忍了下来 转行抓住我的手 纯纯 以后我不为难你了 我好好当你的后妈 我会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我嫌恶心 直接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当初让他弟 对我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他怎么没想到 要好好当我的后妈 现在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 凭什么他就觉得委屈和痛苦了 想当我后妈的大有人在 但绝对不会是你 老爸看着眼前这个 他也真心实意爱了几个月的女人 千万句话 最后会成一句 欺负我女儿的 我绝对不会原谅 我老爸这人啊 深情又绝情 爱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把命掏给他 可同样恨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把所有事情都做绝 尤其老爸现在知道 当初就是他指使王琪欺负我 之后又打算利用孩子来挑拨离间 那更是半点情面也不会留 一分钱没给娜娜 甚至还将这段录音提供给了警方 一年零两个月 教唆甚至帮助他人强奸妇女 娜娜会在监狱里 采一年零两个月的缝纫机 至于我 老爸说需要办一件 喜事来冲冲最近的美运 三个月后 我和段清结婚 老爸把他名下所有的房产财产 全部都转给了我 自己截然一身去世界旅游 别担心 我这次肯定能碰到个真爱 我笑不出来 我知道 他肯定是偷偷去见老妈了